听众朋友,每当我们形容来人很多非常热闹的地方,往往会说门庭若氏。 您知道门庭若氏这一成语出自哪里吗? 在今天的阅读和欣赏节目里,我们将向您介绍战国策里的一篇文章《邹记讽齐王纳建》。 门庭若氏这一成语出自这里。 这篇文章揭示了深刻的生活哲理,即使在现在对于我们仍然有启示意义。 下面就向您介绍《邹记讽齐王纳建》这篇文章,由吴天明写稿。 文章的题目《邹记讽齐王纳建》。 邹记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国相,讽,委婉相劝的意思。 齐王就是文中提到的齐威王,纳建就是接受规劝。 从题目可知,这篇文章写的是《邹记劝告齐王接受意见的故事》。 历史上大臣劝国王纳建多不胜举,但大都因统治者喜欢听恭维话,不愿听逆耳言。 有的被贬官,有的被放逐,甚至有的被杀头。 而邹记仅仅给齐王讲了个小故事,就能把齐王深深打动,使他悬赏求建,改进政治。 看来邹记是个善贱之人。 那么他是如何劝齐王纳建的,他对齐王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? 让我们看看文章是如何描写的。 邹记修八尺有余,而行貌毅力。 邹记身高八尺多,而且体型容貌漂亮。 战国时的八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四,古代也是以高个子为美。 看来邹记是个身体修长容貌漂亮的美男子。 对自己的美貌,邹记很得意。 他招服衣冠,窥镜。 一天早晨,他穿戴好衣帽之后,悄悄地照着镜子,十分得意地自我欣赏。 但就在这时,他心里飘过一片疑云。 他想,我邹记与徐公相比,谁更美呢? 他徐公可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啊。 于是他问妻子,我属与城北徐公美。 我与城北的徐公相比,哪个更美? 邹记和徐公两家都住在京城里,两人又都是名人。 从夏文徐公拜访邹记来看,两家还时常往来。 按理说,邹记不如徐公美,邹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。 但常言到情人眼里出西施,何况邹记也长得很不错, 因此在妻子看来,她的丈夫才是天下最美的男人。 于是他说,君美甚,徐公何能及君也? 您美极了,徐公怎能比得上您呢? 听了妻子的热烈赞美,既不自信,邹记还不大相信。 而傅问其妾曰,我属与徐公美。 就又问他的妾,我与徐公哪个更美? 我们知道,当时的妾地位卑微,形同奴婢。 她尽管不会像妻子那样热爱邹记,不会情人眼里出西施, 但她哪敢说实话而得罪邹记呢? 于是逢迎邹记说,徐公何能及君也? 徐公怎么能赶得上您呢? 听了妾的话,邹记仍将信将疑。 但日,客从外来,与座谈,问之客曰, 我与徐公赎美。 当天,门客回来了, 邹记与他闲坐聊天, 又问门客说, 我同徐公谁美? 客,这里指门客, 也叫食客, 与我们今天说的客人不同。 战国时,像邹记这样的倾向, 为了网罗人才,都爱仰视。 其中竟有一些却有专长的学试,测试,方式, 也有一无所长,只是混饭吃的食客。 对前一类人, 倾向的很客气,很敬重, 对食客就不那么客气了。 对邹记问及的客,就是食客。 他怎敢得罪国相,自杂饭碗呢? 于是,他巴结国相说,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, 徐公是不如您漂亮的呀。 妻妾客, 都说自己比徐公美, 邹记当然高兴。 但邹记是一个有认真精神和自知之明的人。 明日, 徐公来, 第二天, 徐公来了, 邹记熟视之, 自以为不如。 他仔细端详徐公, 自以为不如人家。 亏敬而自视, 又俘虏远甚。 再面对镜子看看自己, 又发现, 自己不是一般的不如徐公, 而是远远的不如人家。 这就怪了。 明明是徐公比我美, 为什么众人反说我比徐公美呢? 邹记感到不可理解。 慕寝而思之。 晚上就寝以后, 邹记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。 哦, 他明白了。 他自言自语地说, 无妻之美我者, 思我也。 我妻子夸我美, 是因为偏爱我, 妾之美我者, 为我也。 我的妾夸我美, 是因为畏惧我。 克制美我者, 欲有求于我也。 门客夸我美, 是想求助于我。 原来如此。 以上就是邹记对齐王讲的那个小故事。 邹记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, 我们现在还不太明了。 再听听他还对齐王说了些什么, 也许我们就全明白了。 讲完故事, 邹记接着说, 陈成之不如徐公美, 我确实知道自己没有徐公美。 但臣之妻思臣, 臣之妾未臣, 臣之客欲有求于臣。 我的妻子偏爱我, 我的妾害怕我, 我的门客想有求于我。 所以皆宜美于徐公, 都说我比徐公美。 今齐帝方千里百二十城, 如今齐国国土纵横千里, 拥有一百二十座城市, 公父左右莫不私亡, 朝廷之臣莫不畏亡, 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亡。 宫女侍臣无不偏爱您, 朝廷大臣无不害怕您, 四方之内的齐国百姓, 无不有求于您, 大家都不会跟您说实话。 由此观之, 王之必甚矣。 由此看来, 君王您受到的蒙蔽太深了呀。 原来邹记对齐王讲这个观点, 故事是以家事比国事, 用自己的切身体会, 让齐王明白当权者容易受蒙蔽的道理。 邹记的比喻可谓贴切之志, 深刻之志。 所以一听完邹记的话, 王曰善, 国王连忙说好, 并立即传令, 悬赏征求群臣立民的意见。 他根据臣民提供意见的情况, 把赏赐分为三等, 能念赐寡人之过者, 受上赏, 能当面指责我的过世的, 受上等的奖赏, 上书见寡人者, 受中赏, 能上书劝告我的, 受中等的奖赏, 能傍机于世朝, 闻寡人之儿者, 受下赏, 能在大庭广众之下, 指责议论, 而传到我耳中的, 受下等的奖赏。 齐王如此真心求见, 齐国的臣民, 学不想为国效力呢? 令初下, 群臣觐见, 门庭若是。 命令刚下, 大臣们都进朝廷来劝见, 那门前和庭院里, 人来人往, 热热闹闹, 好像集市一样。 受阅之后, 时时而渐进, 几个月以后, 还时常断断续续, 有人前来提意见。 今年之后, 虽欲言, 无可进者。 然而一年以后, 臣民们虽然仍想进见, 但已没什么意见可提了。 今年就是满一年。 从门庭若是, 到时时渐进, 再到无可进者, 说明臣民们的意见越来越少了。 原因自然是齐王虚心纳贱, 使齐国的政治越来越清明了。 正因为如此, 燕赵韩魏文之, 皆朝于秦。 燕赵韩魏等国, 听到齐王从建如流, 改进政治的事, 都来觐见齐王。 战国时期, 诸侯争霸, 兼并十分激烈。 齐国内政搞好了, 国力就会强大起来, 燕赵等邻国就感到紧张, 因而他们觐见齐王, 表示尊敬齐国, 要与齐国修好。 所以文章最后说, 此所谓战胜于朝廷, 这就是所谓的, 在自己的朝廷上战胜别国。 就是说, 只要内政清明, 国家自会强盛起来, 即使不对别国用兵, 也可以战胜他们。 听众朋友, 齐国从一个问题堆成山, 臣民们都不敢吱声的国家, 变成一个内政清明, 外国尊重的国家, 是因为齐王纳建。 而齐王从一个孤家寡人, 变成一个从建如流的开明君主, 则是因为邹记劝告有方。 这大概就是邹记逢齐王纳建这篇文章, 所要告诉我们的。 但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, 文章这样写, 显得有些玄乎。 朋友们也许会问, 一个小小的故事, 难道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? 我们知道, 战国时代有这样的社会风气, 人们爱争辩, 爱讲理, 而在争辩讲理时, 又特别喜欢讲故事, 打比方。 你越会讲故事, 越会打比方, 就越能打动对方, 让人家接受你的意见。 今天我们仍很熟悉的一些预言故事, 比如《画蛇天族》、 《狐甲虎威》、 《御棒相争》、 《愚人得利》等等, 都出自战国册这部书, 都出自战国时代的人的口。 讲这些故事的人, 都曾因为故事讲得好, 比喻用得好, 道理讲得透, 而受到对方的欣赏。 邹记所以能打动齐王, 与故事的生动曲折, 比喻的形象贴切有关, 与战国时代的这种风尚也有关。 战国时的人还有一个特点, 就是勇于创新, 很少阴寻守旧。 邹记讲的故事, 是他自己的生活故事, 是自己的亲身感受, 这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故事有新鲜感, 齐王就更爱听了。 加上宗记用自己比美受蒙蔽, 比喻齐王治国受蒙蔽, 十分深刻地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哲理, 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 当然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, 在那个群雄争霸, 兼并激烈的战国时代, 齐王十分害怕亡国。 邹记抓住齐王的这一心理特点, 对症下药, 加上前面介绍的故事内外的那些原因, 自然就能药到病除了。 邹记讽齐王纳建这个故事, 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, 它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。 有权有势的人, 想听到一点批评意见, 了解到一点真实情况, 是多么的不容易。 邹记如此, 齐王也是如此, 古人如此, 金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 最后把这篇文章的全文, 给您完整的朗读一遍。 邹记讽齐王纳建, 邹记修八尺有余, 而行貌毅力, 招福一官窥敬, 为其亲曰, 我属与城北徐公美, 其亲曰, 君美甚, 徐公何能及君也? 城北徐公, 其国之美丽者也? 既不自信, 而赋问其妾曰, 武属与徐公美, 妾曰, 徐公何能及君也? 但日客从外来与座谈, 问之客曰, 无与徐公赎美, 客曰, 徐公不若君之美也? 明日, 明日, 徐公来, 熟世之, 自以为不如, 窥敬而自恃, 又俘如远甚, 母亲而私之, 曰, 无妻之美我者, 私我也, 妾之美我者, 为我也, 客之美我者, 欲有求于我也。 于是, 入朝见威王, 曰, 臣成之不如徐公美, 臣之妻私臣, 臣之妾未臣, 臣之客欲有求于臣, 皆以美于徐公。 经其地方千里百二十成, 公父左右莫不私王, 朝廷之臣, 莫不畏王, 四境之内, 莫不有求于王。 由此观之, 王之必慎矣。 王曰, 善, 乃下令, 秦臣立民, 能面赐寡人之过者, 受上赏, 上书见寡人者, 受忠赏, 能傍金于世朝, 闻寡人之儿者, 受下赏。 令初下, 群臣觐见, 门庭若逝, 数月之后, 时时而渐进, 几年之后, 虽欲言, 无可进者。 燕赏寒卫文之, 皆朝于齐, 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